俄国战争已经长达两年多 造成数十万人死亡 上百万人无家可归 俄罗斯到现在还不断的轰炸乌克兰各个城市 但是24号晚上 俄罗斯的飞弹竟然露清了波兰的领空 这个时间就长达近40秒 当然波兰F16战斗机也是紧急升空 这让北约的官员很担心 要考虑飞弹接近边境的时候 来进行拦截 那战争好像看不到镜头 就让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非常的焦虑 传出乌克兰政府人士会全面的来进行改革 改革哪些部分呢 我们就传出国安会的秘书长 要调离县职了 另外其实还有乌军的总司令 也在二月因为体检不合格被撤职 现在传出会出任驻英大使 除了人士案之外乌克兰政府 其实还编列了大约有450亿的预算 国造武器 那这个数字是俄乌战争前的20倍 这几座武器比其他国家军援来得快 而且又可靠 毕竟俄罗斯未来的目标不是只有乌克兰 甚至可能会扩及到北约 因为德国媒体就引述一份 德国情报机构的报告 说普丁不排除会在2026之后 来攻击北约国家 从俄罗斯持续密集军备 重组武装部队跟部署新飞弹来看 就可以证明俄罗斯的野心 俄乌两国战争中 俄军不断对乌国加大袭击 多次发射飞弹 而其中一些飞弹接近或误入 北约成员国领空 引起盟国紧邻大作 俄旦飞越自家领空 对此波兰副外长瑟伊娜向媒体表示 北约正在研究如何击落 飞向盟国领土的俄罗斯飞弹 并指出北约正在分析各种方案 包括考虑在飞弹接近边境时 予以拦截 但他强调 这必须得到乌克兰的同意 才会进行下一步动作 俄军说 二军24号晚上侵犯波兰领空 时间更长达39秒 华沙当局要求二方解释 但俄罗斯驻波兰大使安德瑞夫 却不予理会 他表示正等待波兰方面提出证据 若无证据这个话题就没意义 其实这更不是第一次 去年4月波兰一处森林里 也发现一枚俄罗斯KH55 巡异飞弹残骸 去年12月29号就有一枚俄军飞弹 在进入波兰领空飞约40公里后才折返 如今北约盟国因俄军频频轻饶领空 出手边境拦截俄国飞弹 恐怕是早晚的事 三里新闻林志士报道 那么俄罗斯遭到恐怖攻击之后 克公一直暗指乌克兰是幕后的主谋 俄罗斯总统普林礼拜三现身军工厂视察 对于西方世界再度料狠话 强调说俄国不会主动攻击北约 但是只要美国敢支援乌克兰F-16战机 那么俄军将会击落每一架 北约 北约 abrir美元 北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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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下 � var 和 Lets 赛不 就是 我都 所以 北约 北约 放弃 F-16 也认为这些人说 我认为你会明白 别人比较好 比较好 这些人不改变